今天是上位区的比赛 就是那边的朋友们捉对 厮杀 很厉害啊 我很尴尬 因为那天我请了病假 他看着我 什么病要来迪士尼治疗啊 公主病 我大一的数学课 国内高二就学过了 我天天翘课 结果成绩还是名列前茅 美国同学找我来辅导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 这个神秘的东方力量 叫鸡变偶变符号看相线 走向成功 我们有的是心得 但是要说面对绝望 苦中作乐 您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 说到动情书都三互起来 说大家说是不是 你不能给女朋友说 哎呀我跟你讲 那个钻石跟美本质上都是碳 女朋友说 那你跟王毅不是还都是人呢 这两天我朋友问我 他说小北 你们那个公司 那个CP是真的假的 我说关你啥事啊 他说小北你说话 怎么这么冲啊 我说那咋了 当时我问他俩的时候 他俩就这么跟我说的 演一个演一个 就你在上海整那个 演一个 你不敢 是不是不敢 有啥不敢呢 我每次都想说 爸我不是不敢演 我敢演 你敢听吗 你都进入社会了 你应该学会先当狗 再当人啊 真的这一句话 就整个的颠覆了 我对进化论的认识 就因为这句话 对我的重启太大了 我紧接着问了领导一句 我说领导 那你现在是人是狗 作为一个男生 很少有这样的体验 他简易到他输十次 然后捋那么一小撮 在自己的指缝当中 微微地剪出一些东西 我特别欣赏这个发型 我觉得它代表一种态度 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敷衍 就是I have no hair but I don't care 你要相信 我们每个男生出门之前 都认为自己是 全世界最亮的仔 我们也是出门之后才知道 好像林云佳的狗 都比我们精致 上一阵结束后 我有了一种当明星的心态 我干了一件 我从没干过的事情 去做了头等舱 很失望 头等舱的空姐 服务质量太差了 把我赶回了经济厂 现在小孩太嚣张了 我有一个五岁的侄子 他淘气 我打了他一下 他居然都对我喊 你知道我爸爸是谁吗 我说 你知道我哥哥是谁吗 他说 让他俩干一架呀 我也愣住了 问我哥 他爸到底是谁呀 我哥说 你疯了 不是说好不提这事吗 我也不太理解我女朋友 她平常只看综艺 前两天 我推荐他 看奥运会回放 他被一百米短跑 迷住了 跟我说 杨波 他们怎么跑这么快 这还试人吗 我说 你把二倍速关了 苏炳天 白米长计 四秒九一 我说 你能不能少看点垃圾综艺 他说 那你还去参加 我很讨厌上班早起 有一天我 骑碗了 怕迟到 打了个专车 上车发现 司机是我老板 他看着我 你好像要迟到了呀 我说 那就看你表现了 还是迟到了 他扣了我工资 我给他差评 我很怕在生活中 遇到老板 有一天我在逛迪士尼 老板朝我迎面走过来 我很害怕 我假装看不见他 开始玩手机 来了一条微信 憋装了 我看见你了 我很尴尬 因为那天 我请了病假 他看着我 什么病要来迪士尼治疗啊 公主病 好了 我要讲一些正经事了 我要开始走心了 大家准备好 我来上海很久了 我有一年春节没回家 跟房东阿姨两个人过年 别误会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 他看着我 小伙子 我孩子今天也不回来 但看到你吃饭 我好开心 我说阿姨 你也吃两口吧 就知道你儿子 为什么不回来了 最后我想说 我的风格就是这样 就是拿身边各种人编故事 但我最近有点后悔了 因为第一轮 我拿我哥的婚姻开玩笑 结果上个礼拜 他俩真离婚了 还让我开车 送他俩去民政局 一路上我真的很难受 因为要憋笑 我哥更难受 他没憋住 你知道吗 真的在美国 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不能确定 自己点的食物 到底叫什么 因为他们有一个 统一的名字叫 This one 有的食物特殊一点 他们睡在别人的桌子上 他们叫做 That one 就留学生跟留学生 这是不一样的 忽然那种学习好的 出国叫 镀金 我这种学习不好的 出国就是 贴膜 到了大学 我学习也不是很努力 我大一的数学课 国内高二就学过了 我天天翘课 结果成绩还是 名列前茅 每个同学找我来辅导 我都不知道 怎么跟他解释 这个神秘的东方力量 叫 鸡变偶不变 符号看相线 我大学学的是统计学 但其实我真正学的是 狼人杀 我曾经跟晚上 我曾经 我曾经跟同学 晚上起床 白天睡觉 连续杀了十天 你知道玩到最后 人都是懵的 上帝说 天黑请闭眼 我都感觉 不是在Q流程 是在劝我 天黑咱就闭闭眼吧 再这么熬下去 咱这个游戏就要死真人了 我妈晚上睡觉前 给我打视频电话 一夜没睡的我 还要装出一副 刚起床的样子 她不知道啊 洋装虽然穿在身 我生物中 依然是中国中 我妈还说呢 这儿子 怎么眼睛都不睁开呀 是没睡够吗 我下意识地回 不睁开就对了 因为我是平民 其实我去之前 对美国是有幻想的 我以为自己去的是华尔街 是硅谷 但当我第一次走下飞机 看到机场的宣传语写着 欢迎来到密苏里 欢迎来到美国的粮仓 我幻灭了 美国的粮仓 搁中国就是北大荒啊 我一个山东人 飘洋过海 来美国闯关东了 那个机场又小又破 我都怀疑那个机场啊 是火车站改的 每次我走在那个廊桥里面啊 我应该是走在那个廊桥上面 因为那个廊桥是露天的 我虽然英语不好 但我知道这里的介词 不能用in 得用on 每次我walking on the廊桥啊 夏天的风 blow in my face 地勤在旁边 Welcome to America 我在这儿默念 中国 I miss you 我虽然学习不是很努力 但是我一直有在努力的 送外卖 勤工俭学嘛 农业周嘛 植被多 野生动物也多 路上真的全是路 密苏里有一句古话 叫车到山前 它必有路 晚上开车很不安全 怎么说呢 就是小路乱撞的 而且你别看我五大三粗的 说自己是李逵 晚上真害怕 把李逵脸都下白了 而且还有一个节日 叫万圣节 那天晚上送外卖 那真是地狱空荡荡 魔鬼在人间 你别说美国人在防疫啊 废墟下救人啥的 不太上心 但在半鬼这方面 可认真了 你一开门都不知道 出来的是什么鬼东西 送多了我都麻木了 开门一个大哥 一脸白粉 刺着火牙扑了过来 我淡定地说 你是我今天送的 第四个吸血鬼了 来 你个死鬼 这是你的 压血粉丝不要粉丝 就我为什么这么淡定啊 因为我查过 就是吸血鬼怕什么 怕大蒜 大蒜嘛 这是流淌在我们山东人 血液里的东西 我学生也很焦虑 就你感觉 说好的留学 变成了留在家里上学 两年的网课呀 还没有来得及动身过去呢 学位证 已经要寄过来了 还在那发邮件咨询呢 说 When are we going to start our class 对面直接回复说 You have already graduated 好吧 Congratulations By the way Please stay in your country There is no need to come here 学生的计划被打乱 学生家长更焦虑 我们甚至都要开一个公益的课程 就叫做反焦虑家长营 家长还都很殷实 都是CEO企业高管 所以在我们这个课堂里 你能看到 可能是我们教育界 最温暖人心的一个场景 一个还在为租房 发愁的青年教师 给一群亿万富豪 普及如何克服 人生中的焦虑 那课上了呀 我竟然都上出了一种 给泰森示范防身技巧的感觉 我在课上还问哪 为什么要来选择 我们的课程啊 家长说 佟老师 您有所不知 走向成功 我们有的是心得 但是要说面对绝望 苦中作乐 您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师 说到动情术都扇护起来 说大家说是不是 面对焦虑 我确实很有心得 因为我童年 其实学业都非常的坎坷 我小时候最大的焦虑 就是我有特别严重的 注意力缺陷 现在也叫ADHD 我当年上课都很费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你在课堂上 明明想集中注意力听讲 但是你的思绪 就能飘散到九霄云外 当年老师在台上 讲着狐家虎卫的预言故事 我在底下叫漫天的联想 我想着狐狸带着老虎 大摇大摆走在森林里 其他小洞我都吓坏了 纷纷逃窜 只有那个大象不为所动 狐狸跟老虎解释 说这哥们得夺沉 想跑他也跑不动 老虎心想说 是 这得夺沉 想跑他也跑不动 旁边打猎路过的曹冲 兴志勃勃 说嘿 我倒要撑撑 这个大象有多沉 伐木造船 刚推到海上 准备开始撑 宝剑又掉水里了 在那琢磨 说是这儿掉起的 底下又窜出一个精灵 说你掉的是这把木头的 还是金子的呀 等我缓过劲来 台上站的 已经是数学老师了 我们班主任也很焦虑 把我和我妈 都叫到他的办公室 说莫南这个知识 都学砸了 中国语言故事 被他祸祸的也差不多了 一定要去看心理医生 注意力缺陷 这个病因很复杂 你得找 找 找 找到了咱们才能对症下药 你说是不是啊 莫南妈妈 我妈一个机灵说 又抱歉 老师 您刚才说了什么 老师在那儿 说来也巧 找着了 其实我不懂 为啥一个签名能卖这么贵 二十法站上面 有卖过签名照的 三十七块七 从五十块钱降下来的 五十块钱我还收藏了一些 然后那二十网站 动不动 星成中国发那个链接 你关注的宝贝又降价了 求星卡 不是求星卡 对吧 那是青春 很简单 钻石 钻石为什么那么贵 它是爱情 钻石象征爱情 已经很荒谬了 现在不提品牌名字 现在有的品牌 打的广告是一生只能买一次 买这个钻石 需要登记事份证 我开始不知道 我说登记身份证 这是怕我沉迷吗 不管怎么说 消费主义 你该买还得买 这个对男生说 你该买还得买 你不能跟女朋友说 哎呀我跟你讲 那个钻石跟煤 本质上都是碳 女朋友说 那你跟王毅博 还都是人呢 其实一样 商家其实就是把 一块钱的商品 赋予两块钱的意义 然后三块钱卖给你 我们脱口秀 也不是吗 我们不值钱 但是快乐很贵 所以票就很贵 所以现在有观众 抢不到票 就会说那种非常伤人的话 忽然两千钱 在上海 两块三毛三 随便看 我是说了 脱口秀之后很久 才接受了 看我需要花钱的这件事 我这件白领 程序员你随便看 再上一次 看我需要花钱 还是我满月的时候 从我们现在掏出钱 方法太多了 那商家无所不用其极 我前段时间去了一个书店 书店现在都已经开始 出书的盲盒了 那一刻我都已经惊了 真的我惊了 我说知识能这么学吗 学啥知识看命啊 命运改变知识啊 我现在就是不敢 好任何的东西 爱好太费钱了 很简单 就是你当你清楚了 一个东西好坏之后 你就总想整点那个好的 什么摄影 穷三代为啥 就是一起出去摄影 人家掏出个胆反 咔咔咔在那拍 你拿出个手机 咱咔咔咔咔咔 他不像话 我之前看过潜水 我想潜水好玩 让我玩潜水 我看了一些潜水装备的价格 我觉得人类就应该生活在陆地上 后来都说还有更可怕 都说现在有潜水摄影 我说这得穷多少代 有爱好不可怕 可怕的是喜欢坚持 因为贵在坚持 我带着我兄弟 王建国的一致 我自己 我最近这一年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直播买东西 我在抵抗了一阵子消费主义之后 我也投钱 打不过就加入 我看李佳琪 我之前看说姐妹们 姐妹们 我感觉就是 她是不是歧视我 但后来一看东西这么便宜 我觉得她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现在她在说 姐妹们 我说我在呢 我觉得 现在直播真的就是经济学奇迹 你知道吗 就是很难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顾客和商家都觉得自己赚了 你说不对啊 有赚有亏啊 你问她们说那谁亏的呢 她说没看直播的那些人亏了 我自己想想我跟消费主义的关系 很简单 八个字 身受其害 但乐在其中 没法劝大家买 还是不买 理性 理性就好 好吧 谢谢大家 我回来